道光朝,妃嫔频繁地升降,几乎成为一种常态。 这名被道光皇帝廉嫁三级的妃子,便是道光后宫的佟贵妃舒穆洛氏。 道光十一年,十五岁的舒穆洛氏,参选三年一度的外八级选秀,家庭出身和样貌的优势,使得他脱颖而出,被道光帝看中并封为佟贵人。 当时后宫名争暗斗异常的惨烈,最受宠的是全贵妃纽护洛氏。 因此,出入宫廷不久的舒穆洛氏,便选择投靠了全贵妃,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全妃党。 舒穆洛氏的审时度是堪称睿智之举,在随后的几年内,没有生育记录的舒穆洛氏,先后被禁封为童贫、童妃。 舒穆洛氏晋升童妃的那一年,全贵妃刚好被策离为大清皇后,随后在孝权皇后全贵妃的鼎立之池下, 舒穆洛氏在两年后,再次获得禁封城贵妃。 当时,大清后宫之主持孝权皇后,其后是禁贵妃,舒穆洛氏排在第三位。 就这样,没有生育记录的舒穆洛氏只用了五年的时间,就成为后宫地位仅次于皇后的贵妃。 不过,孝权皇后在提拔利用舒穆洛氏的同时,也在防着她,因为舒穆洛氏从入宫,一直到道光二十年,孝权皇后去世,始终都未能生育。 从孝权皇后去世的那一年,道光二十年开始,舒穆洛氏便在四年内生下三位公主。 不过,令舒穆洛氏没想到的是,就在她生下皇室女半年后,道光帝下了一道玉职,将舒穆洛氏降为同贵人。 从贵妃到贵人,舒穆洛氏被连降三级,这在清史中只出现了一次,原因是,舒穆洛氏将道光赏赐之物,私自赏给了自己宫中的太监里得喜。 实际上,是她失去了皇后靠山,与靖皇贵妃交物,被打击报复的结果。 在宫斗中惨败。 此后,中道光朝,舒穆洛氏没能东山再起。 道光帝去世后,舒穆洛氏凭借先帝妃嫔的身份,逐己获得了晋风,先后被尊风为皇考同贫,皇祖同妃,与皇祖同贵妃。 由此,舒穆洛氏凭借寿命及在宫中的资历,又重新取得了自己贵妃的名分。 她历经武朝,送走嘉庆、道光、咸丰,同志四位大清天子的舒穆洛氏,在光绪朝走到了人生的终点,随后被葬入木东陵。